歡迎來到健康遊樂 歡迎各位來到廣東衛視 聯合廣東省魅建委 共同推出的健康遊道 同時也要歡迎 做客我們本期健康遊道的專家 他就是廣東省中醫院 耳鼻喉科主任醫師 李雲英教授 歡迎李主任 大家好 好的 同時還要歡迎來到 現場的三位健康情報員 今天我們節目的健康熱點話題 那就是不可想去的 聽力下降 假如聽力下降 就會發生以下場景 我來長山赵子龍 我真是一個老家 傳命下去 不准放箭 務必申請 成效有令 放箭 放箭 不准放箭 放箭 放箭 你知道嗎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2020年公布的數據表示 全球大約有4.66億人 患有残疾性聽力損失 據統計 我國是世界上 聽力残疾人數最多的國家 高達2780萬人 不僅如此 聽力下降和疾病 更是息息相關 出現聽力損失的老人 阿爾茲海默症的患病率 可能是聽力正常老人的5倍 今天你關注自己的聽力了嗎 中國居然在聽力上面 出現問題的這個數據 是那麼龐大 那個數據超過了 我們澳大利亞的人口 但是中國這邊有一個好點 就是每一個節目都有字幕 我們那邊是沒有的 他們倆聊什麼的 聽不到嗎 聽不到嗎 你看失去了很多樂趣不是 問一下大家 各位的聽力如何 我覺得覺得我自己挺好的 別人要講我壞話 肯定聽得到 別人要講我壞話 肯定聽得到 我覺得我的聽力不錯 但是我中文的聽力很差 中文十級聽力考試現在開始 請聽題 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 意思意思 你這就不夠意思了 小意思 小意思 你這人真有意思 其實也沒有別的意思了 請問以上意思分別是什麼意思 我聽力小時候想 就是哪個學生說老師壞話呀 誰沒完整作業呀 誰上誰家的 都是我最先聽不見告訴老師的 後來他們老打我可能是我聽力就下降了 嗯 要不測測 那首先我們會敲一下這個音叉 後時間按一下 聽到嗎 有聲 有聲啊 有 什麼聲 當你沒聲的時候你就告訴我 越來越近 要塞進去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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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方向 能不能聽到 一點事都沒有 哦 是不是完了 稍微差一點點 哦 一拜有到口一公分左右的那個地方 這個是氣島 哦 的後面那個骨頭那裡的 嗯 這個呢就叫骨船島 嗯 正常呢 骨船島是比 氣船島 這時候時間啊 嗯 會長兩倍左右 哦 現在聽到吧 很小 倒是有 太小了 可能 會有一點點問題 呃 總的來說 還算是比較正常 大老師 開香檳慶祝一下 來掌聲鼓勵一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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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你們吃澳洲龍蝦 可以可以 那單交給那個澳洲的朋友好嗎 我就是讓他給你們帶來的 老人家年紀大了 能力不好 那我有沒有什麼一些好的方法 非常便捷 我在家裡面 就可以給老人家來做個測試呢 嗯 首先一個就是 比如說普通這樣叫 平常都是可以聽到的 嗯 但是你現在就很大聲 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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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個呢 就是在家裡放電視的時候啊 他那個音量調得很 很高音 哦 對 就是其他人坐在旁邊 聽到的那個耳朵都很不舒服 哦 但是他就覺得這樣他才能夠聽到 哦 那第三呢 他可能 覺得那個耳朵裡面 有聲音 嗡嗡啊 什麼 還有一些人 你跟他說什麼 他就會 蛤 就是有一個動作 就給 特別是 完全的時候 給一邊耳朵 哈哈哈哈 這個時候可能我覺得他就已經出現兩邊耳朵 聽你 有問題了 對 啊 沒錯 那經歷下降了 如果對於老人家來說 會跟什麼樣的病有著密切的關聯呢 最常見的就是目前都是認為老年痴呆 哦 阿爾茨海默症 嗯 如果是中度的聽你下降 嗯 哦 他今後有這個老年期待這個病的激勵 你正常人會有三倍 天 如果是中度的耳龍的病人 可能就會有五倍的風險 因為他聽你下降了嘛 跟YJ的交流就少了很多 時間長了以後 內心呢就比較孤獨啊 封閉自己 然後 又聽不到 又講話又少 慢慢慢慢他那個腦細胞 就沒有那麼活躍了 哎呀 就是會萎縮 另外因為他聽不到嘛 嗯 親情這個人類會容易憂鬱 哦 自必 部分的耳龍的病人 他也會伴有那個耳鳴 那他就是會覺得很煩躁 會影響他的生活 嗯 睡眠 甚至有嚴重的這些病人呢 甚至有自殺的傾向 哇 另外凡是聽力下降的患者 都有可能 他的血管不大好 哦 有可能會有高血壓 糖尿病啊 哇 還有就血管硬化啊 血脂膏啊 血管啊 頸動脈 椎動脈會有斑塊 這些都會影響到耳部的 風血不好 而出現這個耳龍 哦 電視機前的各位趕緊拿起手機 扫描屏幕深圳的二维码 关注健康有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来了解更多正确的健康常识 哎呀 看到那么多视频 那么多新闻啊 触目惊心 不用慌 为什么 因为三位健康情报员又要出手了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方法呢 可以说非常的珍贵 如果大家猜对的话呢 我就请大家尝一尝 这是一位能够预防听力下降的中药 在博大精神的中医药宝库中 他脱颖而出光芒万丈 被明代的药学家李时珍誉为神药 这种药材在大自然的孕育下 需要至少七年才能成熟 是中药界的明珠 究竟这是一种什么药材呢 药材 而且七年 是的 他需要一个成熟期 哎呀 我觉得 我太难了 我完全不了解中医啊 但是我刚才听到您说 非常珍贵 所以我猜可能是人参 因为人参是药材中最珍贵的吧 但哈除了人参 你应该也不知道其他的药材了 大大主意了 人参是一种发补元气的一个药 对于病后的身体药 或者是消化脾胃功能不好的 如果是有这些症状的 他听力又差的 这个人参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就是老师说有前提 没有那些前提 如果就吃人参也帮不了 这个听力下降对吧 是 这太难了 你这样 你告诉我 这答案几个字 两个字 好 你有本事把最后一个字说出来 真贵是不是 真贵 七年 七年 对 圆的 圆的 很贵 对 他也不便宜 别说了 啥 什么呢 啥 半小时过去 我告诉你们答案 答案 我认为是 我听到了 你听到了 春猪粉 哈哈哈哈 你这听力啊 你听力太厉害了 都没有发声 我都听得到 对不对 甚至他主要的功能呢 都是安神 哦 并精 也可以用于耳鸣 哎 耳聋 员音 哇 还有就是 您别再说了 再说我该骄傲了 哈哈哈 但是他 主要的功效 就是安神为主 嗯 对耳聋可能效果不很好 没那么对正 主任刚才说了哈 有一定的功效 但是是不是天娜带来的方法 我们不知道 来有请天娜 揭晓 我带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看看 珍珠 啊 嘿 不是 怎么样这是啊 本草干木里面呢 就有把 这唯一一个神药 我带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看看 珍珠 啊 嘿 不是 嘿 什么呀这是啊 这个呢叫做田七 也叫做三七 这也是我们云南的一种特产 田七呀 我一直以为田七是妇科药呀 你看 大家不知道了吧 这样子 今天呢 虽然你们都没猜对 可是我还是给大家准备了 好喝的汤 感觉到有点干苦 有点色色的 但是你后面喝就会觉得它回香 回甘了 哦对 色色啊 所以我得问一下专家 这个田七我们男的是可以喝的是吗 可以 药剩 李石珍 它是那个 本草干木里面呢就有把 田七啊 立为一个神药 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 活血通脉 改善耳部的水循环 从而改善那个耳鸣和耳龙 所以你别忘了 下次这个就不要只是交给女同志的吃了 你自己也可以吃一些 什么 哎 你看 你再喝两口就好了 感谢天娜带来味道不错的这个田七乌鸡汤 我知道啊 咱们主任今天也带来了一个药 跟大家分享 这个叫食餐谱 哦 在中医骨子啊 到现在的中医 在耳部的疾病 都是非常常用的 耳部的疾病很多都是血脉不通 或者是感冒后 咽骨管不通 那这个食餐谱呢 它有通九翘 那这知不知道九翘是什么 我们都是一翘 这个九翘可是 两耳 两翘 两眼 四翘 两鼻孔 六翘 加嘴 七 七翘 还有就是肝门 嗯 肝门 尿道 这些都是 也就是说食餐谱呢 它可以通九翘 在临床上呢 都治疗耳鸣耳龙 耳朵塞感 还有就是鼻塞啊 那些都可以用这个食餐谱 食餐谱确实是好东西 当然刚才我说了哈 重量级的这个药材 不止一味 还有不少 这是预防听力下降的药膳清单 在耳鸣耳龙的那个食疗中 我们也要分是食症还是虚症 那食症呢 发病比较急 那第二呢 可能是感受外邪啊 比如说感冒 引起的听力下降 湿气很重 湿气三方耳窍 引起的耳部的疾病 或者是肝火很慢 经常发脾气啊 就是两红木气啊 等等 还有就是口干口苦啊 鼻塞比较明显啊 这个就是食症 那虚症呢 主要是由于脏腹的亏虚 比如说气血不足 肝肾不足 这些引起的 使到没有营养了 而出现了耳部的疾病 这个就是虚症 我就说如果它是食症的 比如说它是干活的 你用骨的那个药 那可能就会使到它 抹上胶油一样 如果它是虚的 你又用那些 清热啊 清火的那些药 那那个虚症不是更虚的吗 对 食症的药上 我们一般是用 我血通络的这些药 比如说田七 单身 毛冬青 活盆草 黑木耳 韭菜 这个是食症的 那虚症的呢 主要是避气血 还有就是 滋补肝肾 那环体和人生呢 都是补气的 渡重 留虚 八十天 这些都是补肝肾的 还有三圣子呢 还有补血 如果是食症的呢 一般它病层比较短嘛 应该就是不用长期 那虚症的 没有容易会虚嘛 那这个可能就时间会比较长了 对对对 好的 看来预防听力下降的这个药材啊 还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怎么样 电视机器人各位 您记轻了吗 赶紧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查看一下我们的具体清单 刚才呢 其实我们主任说的比较多的是跟大人有关系的 这个病 那其实跟小朋友也有密切的关系 这些人有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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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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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损害耳部的神经 无论怎么讲吸烟 肯定是危害健康 能戒则戒 对不对 那个大哈 你看一本正经的 在胡思乱想 我觉得 懂则生扬 懂则生扬 什么生扬 懂则生扬 你确定他是从澳大利亚来的吗 还是他长得像澳大利亚人 这是运动 吃白病 那你要怎么动 我觉得是揉一揉耳朵 因为我知道耳朵上面有很多血味 那请问有什么血味 这个 这个我 我还是对了专家说会好一点 中医认为啊 他是全身血管的 中脉所致 也就是说所有的那些筋脉 都会汇集在耳部 所以我们耳部的血味啊 包括了全身的 各个系统呢 这个血味都有 在临床上呢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耳朵的血味 那耳朵的血味呢 有四个血味 首先一个就是耳鸣 听风 听慧 还有耳后的这个 一风 所以我们平常按摩呢 都是这四个血味 通过这个按摩啊 促进那个血液的循环 然后就是有治疗 还有一个保健的责任 我按了后面这个血味 真的挺舒服的 酸酸的 所以按耳朵的血味 还是有帮助的 有帮助 有帮助 到底是不是我们 纳薇老师的 带来的健康情报呢 来我们请纳薇老师揭晓 到底是什么呢 这 这是什么呀 到底是什么呢 明天谷 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 哇 非常好 还不是一般的 刚才那些可以 对 啊 不错 目前还认为这个明天谷的 这个方法呢 是千年保健的原方 它可以作为一个就是 一般保健治病的作用 它除了一个对耳部 头部好以外 对全身的血脉都有帮助 那个明天谷 它不是随便这样敲敲敲就行了 它有一个方法 而且在服用其他人帮忙 怎么敲的呢 那我这里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这个 这个手 可以是挫握一下 然后就压着耳朵 然后就那个手指在后面 中指对中指 这样对 然后用那个食指 放在中指上面 哦 这样弹 弹下来 哦 有没听到那个 有那个好像敲鼓的声音啊 听到 有有有 所以我们叫它明天谷 通常呢 这边都是先左边敲二十四下 然后右边二十四下 到最后两边一起四十八下 到这弹了以后 会不会觉得那个 有点那个头很清爽 而且它对脑电波的这个影响特别好 真的要感谢我们的那位老师 刚才主要已经做了是非常好的方法 除了就刚才介绍的这个明天谷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耳部的按摩 那耳部的按摩呢 方法也很多 首先一个我们叫银制成果法 那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呢 就是用这个手 这样 哦 顺下来 顺下来 比自己的耳阔 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就可以通过这样按摩啊 就弃及这个耳部的这些穴位 这个是第一个 还有就是 那这个耳膜的按摩呢 主要是用于 感冒后的耳鸣 听力下间 还有耳部的不塞感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坐飞机 不是飞机伸键门的时候 耳朵是不是有塞堵住的感觉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换解 那这个骨膜按摩的方法呢 有两种 一种呢 就用这个手指这样 按着我们耳前的这个耳瓶 这个位置 按下去 突然这样放开 哦 也可以插到那个耳道里面 桶里面 插进去 突然这样放开 这个是骨膜按摩的第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用手掌 压下去 然后突然翻开 那这个呢 可以调整 那个中耳的压力 调整那个腌骨管啊 耳部和鼻子的那个管 的那个通畅 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 好 谢谢大老师 也谢谢我们的主任 最后登场呢 是我们万众期待的 大哈 今天我真的终于带来了高科技的办法 我们一起来看看短片 这是一款能延缓听力下降的高科技产品 这项高科技最初是电话的近期 同样出自科学家亚历山大贝尔之手 贝尔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听力受损的患者 这深刻地影响了贝尔的生活 促使他研究声学和听力设备 最终发明了这项高科技产品 为了纪念贝尔的伟大贡献 仍将声波强度的单位命名为贝 你猜到贝尔发明了这项 能延缓听力下降的高科技 是什么了吗 因为我以前是电台的主持人 最早的时候 我只知道如果我们是戴耳机 戴了很多 因为电话跟耳机有点像 戴耳机戴多了 很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耳 这个听力会下降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东西 是一些就是想阅读的 爱阅读的 还有一些做出院的孩子 会用的东西 就是一个隔音的耳罩 是不是会让我们 少听到很多的噪音 帮助我们的耳朵休息 如果是防止外面的那个噪音 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就是比如说周围环境很吵 你在工作 你在阅读 看书啊阅读啊的时候 那你就戴那个隔音罩 它只不是隔音的作用 其实现在的就是很多年轻人啊 都很喜欢戴耳机 对 其实戴耳机呢 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长期着戴耳机 那个声音啊 很容易损害耳部的血管 造成了那个噪音性的耳聋 就是有统计过 就是耳部听力有问题的 年轻的患者 导致它耳聋的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戴耳机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目前啊 世界上都都认为啊 要掌握六零六零的原则 什么 什么叫六零呢 也就是说那个耳机的 它最大的音量 比如说是一百 你开的那个耳机的声音 最多就是 不超过六十 哦 百分之 能够越低就越好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呢就是 一天不要超过六十分钟 哦也就是一个小时 对对对 好 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哈 不要每天都 长时间的戴耳机 是 大卫老师 您的猜测是 有一种小的垫子的产品 叫助听器 哦 哦 OK 我现在来介绍吧 我今天带来的办法是 哦 哦 哦 我今天带来的办法是 恭喜你你猜对了 哦 哦 助听器 对 我以为只有耳聋的人需要 不是 不一定是完全停不见的人才会带的 也会有一些 稍微停不见的人也会带的 哦 什么叫助听器呢 助就是帮助 嗯 听就是听力 是不是啊 帮助提高听力的 这个就叫做听器 它不它的就是使用啊 不一定说要完全听不到的 比如说我们是两边耳朵一起听东西的 那你一边听不到了或是一边比较差了就靠另外一边 那另外一边呢就会负担就重了时间长了它也会引起病变 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一一侧耳朵听力有问题的可以佩戴助听器 嗯 第二个呢就是呃中度的听力下渐 比如说他还是可以听到声音 但是可能听的不是很轻 经常那些很多老人啊就说啊啊你说什么 楼上三二二住的是马东梅家吧 马东什么 马什么梅啊 这些人都可以可以带这个助听器 嗯 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全聋的完全是听不到了 这些病人就可以用那个助听器 那助听器除了这个提高听力以外 它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对那个耳鸣有掩盖的作用 所以有时候耳鸣的听言我们就主张他配助听器 那这个助听器呢怎么配 还是要专业的验配师 在配之前要到正规的耳鼻呼科去检查那个听力 看他那个听力损伤的程度 嗯 浓到什么程度 第二它是什么频率 他这个检查对他配 配的时候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谢谢 谢谢主任 非常细心耐心的讲解 那也说明了助听器啊 我们大哈带来的同样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谢谢谢谢谢谢 那听到这里啊 我们看到了也听到了三个不同的 我们的健康情报员带来的健康情报 可能到这里很多观众朋友又会问 哎 平时我们生活可能有 有一些小小的坏习惯 我们自己都不注意 这个专家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 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首先一个就是经常 套啊耳朵 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因为对耳部的结构 不熟悉 但是如果套呢就很容易损伤那个耳朵 耳朵呢损伤了以后就很容易感染 很容易感染就发炎 腫痛 流水 甚至如果就是套的位置不对 甚至一下子就碰到那个耳朵 可能搞穿了那个骨膜 那就肯定是造成那个听力下降 如果耳朵不舒服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去 检查 把由医生专业的医生帮你抛 或者是冲洗 把那个叮咛啊耳屎那些冲出来 好的 第二个就是经常去那个KTV 那个噪音对那个听神经的手伤 对血管的影响 这些会很容易导致噪音性耳聋 好我们看看最后一个习惯啊 不正确的请鼻涕 对 那这个呢也是 呃刚才说的就是耳咽管的问题了 比如说感冒啊 你鼻涕很多 那你不是要醒出来吗 有些好用力 总之很用力 那这样就很容易就是 使到那个鼻腺里面的那个分泌物 鼻涕的那些通过这个咽骨管 进到那个中耳里面 引起中耳炎 哦 所以这个是不能 不能用力醒鼻涕的 我还听过那种醒鼻涕 结果鼓膜穿孔 对对对 但是这个是极少的 但是会引起那个中耳炎 是比较多的 哦 这个是要注意的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主任 谢谢谢谢 那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是再次 请我们的李主任 给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的健康热点话题 就是不可小觑 听力下降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耳朵 一个就是要远离噪音 那第二个呢 就是生活要有规律 不要熬夜 如果你经常熬夜 睡眠不好 那些也很容易导致耳部出问题 第三呢 就是饮食 也很重要的 饮食呢我们就是以就是清淡为主 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吃素 但是就是幼食不要吃太多 为什么呢 如果你长期大鱼大幼 很容易死到那个血脂膏 那血脂膏了以后 就很容易导致耳部的血管不好 堵塞了那个耳部的血管 容易出现耳部的问题 这个是第三 那第四呢 平常呢 我们就多些做一些 有意义 耳朵保健的这些保健操 这个就是 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 就是这几个方面 祝大家能够都有一个顺风的 好 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的李主任 同时要谢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健康情报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约定大家下星期同样时间 不见不散 再见